馬路上到處可見 家長騎機車載孩子 孩子站在前方的腳踏墊 雖然方便 但是實在危險 因為亦有突發狀況 首當騎窗的就是孩子 他會變成騎士的人肉氣囊 往往是受傷最嚴重的 台中救命女童 因為這個位置撞破了皮脹 醫師說女童沒有明顯的外傷 但是一直喊肚子痛 家長就近到消防隊求助 救護車送到醫院 以檢查皮脹嚴重受損內出血 緊急手術縫合 保留了三分之一的皮脹 在交互病房觀察兩天 才轉到普通病房 車禍意外發生在十號早上 台中外埔 媽媽載著女童上學 路口和另一輛機車碰撞 黃色安全帽這一輛載著女童 機車沒有倒 但是女童站在踏墊上 撞擊瞬間撞上龍頭 撞破了皮脹 車禍噪音初步研判 媽媽唯一規定離讓 對方也恍神分心 女童站立在前方踏板處 媽媽要罰三百到六百元 警方也提醒家長 不要貪圖方便 在孩子要坐在後座 免得小小的身軀 變成家長的忍肉氣囊 TBS新聞蘇太盈 無數平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